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人猿星球第四步,星球征服 我会把剩下四步的传送门贴出来,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前往观看哦 世界上的每一只猫和狗都死于一场瘟疫,只有人类和星星对此免疫 于是星星就成为了人类的宠物,但人类却对它们进行努力 团长带着凯撒来到人类的住宅区宣传马戏团 他吩咐凯撒千万不能说话,但凯撒在看到人类对星星的恶行后 忍无可忍,喊出了一句,卑鄙下流的人渣混蛋,被警惕的警察听到了 团长为了保护凯撒要去自首,和他约定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来和他会合 他就必须混入他的同类以求生存,团长就此被拘留 周长怀疑当年佐拉夫妇的孩子根本没有死,而是被团长团里的星星掉了包 这只会说话的星星就是对人类世界最大的威胁 由于近来星星管理处的反抗活动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一只星星杀了人 尽管是他每天被自己的主人虐待所做的滋味行为 周长却认为人打动物天经地义 他认为这些星星在等待一只,有足够智力和决心的星星来领导他们 另一边凯撒因为等不到团长,成功地混进了星星管理处 成为了一只普通的不会说话的星星 他在管理处看到人类为了训练星星不停地殴打他们 甚至对星星实施电刑 聪明的凯撒很快就通过了人类的训练 人类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配偶丽萨 很快凯撒就在广场上被拍卖 周长的手下黑人买下了他 周长拿出字典让他为自己选一个名字 他直接指向了凯撒 周长觉得这只星星非同小可 便安排他去指挥中心工作 但凯撒却在这里听到了一个问号 团长在审问过程中坠楼死亡 他走在街道上 看到自己从前和团长一起张贴的宣传单 情不自禁地大哭 人类害死了他的亲生父母 现在又害死了他的养父 凯撒此时对人类的仇恨已经到达了巅峰 他开始和星星们沟通 让他们把武器收集起来 并且在生活中开始反抗 另一边周长从名单上发现 凯撒就是那只他一直在找的回收花的星星 周长立刻命令黑人将凯撒带去除决 但黑人不忍心这样做 凯撒知道他是个好人 让他知道了自己就是那只回收花的星星 并且告诉他要组织暴力反抗人类 黑人也不想看到人类继续这样暴力地对待星星 放走了凯撒 但凯撒很快就被抓了回去 绑上的电行台就要被处死 关键时刻 黑人关掉了电行台的电源 凯撒装作被电死了的样子 成功骗过了周长 周长亲眼目睹凯撒的死亡 安全地回到了指挥中心 随后凯撒杀死了警卫 回到了他们的地下据点 带领星星们开始反抗 他们释放了所有的星星 跟人类进行搏斗 冲进了指挥中心活住了周长 像人类曾经对他们所做的一样 疯狂地殴打人类 黑人请求凯撒停下来 凯撒却说 这是奴隶对压迫者报复的权利 周长就这样惨死在愤怒的星星手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